再次聚焦北京 一个崭新的世界性综合运动会将在这里举行 这就是2010年北京首届世界舞伯运动会 这里将上演全球瞩目的体育盛会 这里将上演全球舞者的巅峰对决 世界舞伯运动会由世界体育总会创办 每四年举办一届 旨在弘扬团结友谊和平的奥林匹的精神 以推动舞伯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加广泛的发展 2008年11月 北京市政府正式提出申办2010年世界舞伯运动会 并于2008年底正式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批准 2009年3月26号 在美国举办的世界舞伯运动会的申办仪式上 北京成功赢得了2010年首届世界舞伯运动会的举办权 舞伯运动会包括13个武术搏击和格斗类项目 13个项目虽同属击击实战类比赛项目 但每个项目的特点各异 其中跆拳道 柔道 摔跤 拳击都属于奥运会比赛项目 武术是中华民族一项宝贵的文化遗产 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 也受到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人民的重视和青睐 武术既讲究形体规范 又要求精神传译内外合一的整体观 是中华武术的一大特色 和气道创始于日本 技术特点在于切入对手死角 破坏对手重心 以关节剂及衰剂为主 不以蛮力攻击对方 而是将对方的力量引导至无威胁的方向 以调和和使用自己的气 控制和破坏对手的气来决定胜负 起源于人类产生之初的拳击 如今已经成为深受人们推崇的运动 由于规则和互聚的不同 存在着两种拳击运动 也就是职业拳击和业余拳击 拳击运动体现了人们坚强的意志力 和渴望胜利的精神 起源于古代日本武士空手搏斗的柔道 是奥运会比赛中唯一允许使用 窒息或扭脱关节等手段来制服对手的项目 对抗性很强 强调选手对技巧掌握的娴熟程度 而并不是力量的对比 柔术 柔术 亦为以柔克刚之术 是一种丰名日本巴西的徒手格斗术 现代柔术中使用的多种打斗技术 可以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埃及 传统搏斗术中找到踪迹 此术之理是持之以柔 不与对手争先 不及于求胜 空手道是由古老格斗术和中国传入日本的拳法柔合而成 空手道的道十分重要 也就是空手道的精神 是空手道最根本的精髓 空手道所追求的是一种身心的统一 内和外的统一 作为日本传统竞技性器械武术的剑道 讲求器剑体一致 以静制动 不便应万变 后发之人 以柔克刚 蕴含了东方哲学的智慧 以美国为起源和发展的搏击运动 在全球文化经济等大范围交流碰撞的历史背景中 逐渐孕育并发展壮大起来 是一种没有套路 没有宗派 强调个性风格 以实战求胜为主旨的 自由式全接触徒手攻防国际术 泰拳是泰国的国术 作为泰国的传统搏击技术 可以在极短的距离下 利用手肘膝盖等部位进行攻击 具有很强的杀伤力 如今泰拳已经在世界各地日趋流行 它独特的实战价值 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桑博是原苏联的一种武术 现在已经广泛流传 桑博选手穿着红色或蓝色的衣服 即红色或蓝色腰带 如果能干净迅速地把对手摔倒在地上 可以获得完全的胜利 由于运动员独特的装束和计击技术 日本的相扑运动使人们过目不忘 被称为日本的国际 相扑运动员不仅要有气力 而且还要有熟练的技巧 技巧是决定比赛胜负的关键 起源于韩国的跆拳道 是一项技巧和力量高度结合的运动 运用手脚技术进行格斗 允许攻击对手的头部和躯干 但是禁止攻击对手的后背脊柱 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竞技体运动 摔跤在公元前776年 古代奥运会诞生之时 就是其中的一项比赛 而且一直是历届奥运会的比赛项目 2010年首届世界舞博运动会 将在北京盛大举行 国际著名影视明星李连杰先生 将担任本届比赛的形象大使 比赛将吸引全世界1200多名 最顶尖的武术搏击高手参赛 国家体育馆 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北京科技大学体育馆 北京理工大学体育馆 首都体育学院大学生体育馆 五所奥运场馆为开幕式比赛及训练用馆 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的中心 它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名城 也是一座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现代大公司 北京在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以后 已经拥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体育场馆 高水平的竞赛团队 以及丰富的赛事组织经验 我们期待2010年9月 精彩绝伦的世界武林大赛 必将为北京这座古老而又文明的现代城市 注入新的活力 世界将为之振奋 奥林匹克精神和文化 将再次在华夏大地得到发扬和传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